党主席投票也要求选取人要携带附有照片的党证 还是国民身份证还是驾照还是健保卡 还有附照来做识别 目的是要防范的茂林冒头的选票 那也要求主发会在所有的投票开票所门口领票处 张贴这一份警仪提醒选取人如果冒领 茂头选票将触犯刑罚伪造文书的罪 这非常的严重 各种候选人也都在投票投开票所里面推派监察员 所以确保我们这一次主席选举的公正 党代表选举的公正 洪主席说我们要在洪主席在中常会就讲说 选举一定要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产生我们的党主席 这样让我们的党成为重返执政的稳固的基石 我们都是同志我们要多爱护这个党 所以在本党当前处境非常艰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坚守党的制度党的法律党的规章 和党内民主应该有的为我们的党好 对党最好的风范 共同珍惜这一次党内的选举 让选举的过程能够顺利严满 也让我们这一次选举能成为国内政党选举的典范 创造出本党中心 本党再起的契机 最后我要就这个机会 呼吁我们全体的党员 永远投票 把我们投票率提高 那共同为党的大选 我们把它选出我们理想的人才